慈禧在四川自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 在当地开启了慈善与环保的工作 几年来志工定期前往 汉望近老院关怀长者 如今也有了爱的效应 老人家展现环保活力 慈禧志工亲切又熟悉的问候 让近老院的长辈一大早就笑开怀 踩着满山的步履来到交易厅 大家满心期待每个月与志工的这个约会 由于近老院的长辈大多行动不便 志工除了关怀带动 也帮爷爷奶奶按摩修剪指甲 超过五年的互动 大家如同一家人 如今长辈们也以做环保的实际行动来回馈 77岁的袁爷爷身穿五年前 慈禧东令发放的棉袄 带着志工往自己的房里走 为的就是要把这些被他当成 宝贝寺的回生物 亲手交给志工 你穿了几年了这个衣服 我穿了五年 累不累好吗 累好累好 你们吃完 我们吃完 你们 做好事 做好事啊 世界一直在我们这个韩国警察院 来关怀看望警察院的老人 这样做要求对大家都有好处 长辈们扣楼的身躯 低头努力分类回收 为爱护地球打拼 他们这份心意最美 大约新闻 叶平四川报道